去年8月的颱風哈洛比席台 位在桃園市大園區 中正東路一段840項的 國道二號寒洞 也因為強烈的豪大雨 導致寒洞出現嚴重的淹水災情 對此大園區公所 特別設置自動化閘門 期望要監控水位 保障民眾的安全 這個寒洞就是說 它就是在逢那個豪大雨的時候 因為它是最低點的話 就是這附近所有的排水 都會排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 在豪大雨的時候 它會容易淹水 然後公所會 就是說為了怕民眾淹過去 開過去的話會 去年就是有小貨車開到裡面嘛 那我們為了防止民眾 就是開進去造成淹水情勢的話 所以我們有做那個 前後做一個警示系統 大園區公所為了避免豪大雨期間 民眾或騎機車誤喘恨動 因此特別赤資160萬元 在中正東路一段840項的 國道二號寒洞兩端 設置砸欄機自動化安全系統 透過隨時偵測水位並降下柵欄 要防止人車誤入 我們公所花了160萬 做了一個自動監測化系統 然後只要那個車那個 水的話只要超過10公分的話 一直超過10公分的話 那那個前後的柵欄就會降下來 就是防止車輛進入 然後後續的話這個水務局 會做排水相關的改善 這個是個自動化監視系統 所以說 淹水超過10公分的話 它會自動傳訊息到 賴群組上來通知說相關單位 然後後續的話消防局或警察局 會過來做後續的相關的 就在改善 目前大園區中正東路一段840項 國道2號寒洞兩端的自動安全柵欄 已經正式啟用 另外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未來 也將針對寒洞進行改善工程 不僅要降低鹽水的發生率 同時民眾在刑警當地時 也請多加留意 記者我們都均談不到 好